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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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比较勤快 那是一定的 那蔡总统他就是 八年的执政 准备安全下庄了 他跑的行程不多 但是呢 在他少数的拜庙 发红包的行程里面 所谓的被告白呢就是有 你知道要跟蔡总统 要跟赖清德他们领红包 或者你要找 什么蒋万安领啊 找卢秀燕领什么的 那排队都要排很长啊 然后为了维持这个动线啊 发红包这个动线呢 他们的原则是不签名 不拍照 不握手 不签名不拍照不握手 那你能干嘛呢 你就是 你排很久 然后你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 蔡英文或是赖清德一面 但是不签名嘛 不拍照嘛 也不握手 因为握手就会停下来嘛 好啊 签名拍照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通通通通通不行 不签名 不拍照不握手 这个就是从以前 这个马云九在发红包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就像机器人一样啊 你连想跟他讲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拿了红包就走 因为后面排很多人啊 然后总统一定发不完嘛 不管是以前的陈水扁 马云九或是现在蔡英文 你到一个庙准备个五百个一千个红包 根本不够发啊 那排队的人太多 大家想说 这个新春啊 这个讨个这个吉利 那所谓的被告白 就是有这个蔡总统的支持者啊 这个当名跟他讲说 总统谢谢你啦 总统我爱你啦 就是变成所谓这个告白的意思啦 那一定是支持蔡英文的人才会去排队嘛 对不对 譬如说你四年前投票给韩国瑜 或是你今年投票给这个柯P 或是投给后尾的 理论上是不太可能去排队等 蔡英文的红包或是 因为那里面都是包一块啊 新台币一块啊 就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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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投个吉利这样子嘛 你不可能为了一块钱排队排好几个小时 不可能 一定是铁粉嘛 好 就跟我们在这个农历春节前 送大家的那个春联 韩国瑜的春联 我那时候开call in也跟大家讲说 你是韩国瑜的粉丝你在打来嘛 对不对 因为你你你你认为韩国瑜是个叉叉 你拿这春联是要做什么 你没菜人的东西 但是支持韩国瑜的人 喜欢他的人就觉得说如获至宝 好 觉得很开心 这个这个能够call in进来 然后能够获得韩国瑜的这个春联 所以各发入各眼嘛 那我要讲说蔡总统的他这个 他脸书有感而发啦 就说啊这个大家这个跟我说谢谢辛苦什么的 什么总统我爱你 那蔡总统说因为就我刚讲的三部原则 所以他有听到一些支持者给他的问候跟鼓励 可是他没有办法回因为他一直发 跟机器人一样 没有办法把他拦下来聊两句或什么的 就跟机器人一样 其实这个以前阿扁跟马都被批评过 好 那马英九更无聊的是 他找一个国安特勤啊 站在他后面 用那个那个有没有 那个计数器那边按 这边发了几个 这都是很 很叉叉的行为啦 我就我在这个庙发了几个红包 在那个庙发几个红包 动线怎么按 那个其实一点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 对不对 这个人形立牌 然后他那边发红包给你 你不能签名不能握手不能拍照 那来干嘛 你干脆找个路人甲来发好了 你只是很 你只是能很近的看到总统 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刚讲说这个同温层 就是你会排这么 这么长的时间去为了那个 一块钱的 这个新年的红包 讨个好彩头 那你一定是蔡总统的粉丝嘛 那蔡英文总统在他的脸书写说 这个谢谢大家让我有机会 带领台湾八年 打造一个更好的台湾 更好的台湾 那蔡英文这八年 是更好的台湾吗 很抱歉啊 这个大过年的 让大家去 这个沉浸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 是更好的台湾吗 因为他觉得他做八年总统 他520就要交棒给赖清德 他觉得这八年 他谢谢大家给他机会 两次投票给他 让他当选总统 一任四年当了八年 他打造了一个更好的台湾 是更好的台湾吗 你看嘛 2020年他拿了57%的选票 57% 我们用得票率来算 这个比较公平 因为投票率不一样 我们用得票率来算 赖清德拿40% 也就是说 当初 蔡英文他连任的57%的得票率 有17%没有投给赖清德 跑了 那韩国瑜他拿38% 侯尔宜拿33% 所以国民党少了5% 民进党少了17% 这些票跑去哪里 跑到柯文哲那里去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他加起来不会刚好match 就是蔡英文57%连任 可是赖清德只拿40% 那蔡总统你不是一再的 跟大家推销说 我的接班人就是赖清德吗 你不是在拍了一个广告 什么在路上 然后把车钥匙拿给赖清德 叫赖清德继续载着肖美琴往前开吗 他是你的接班人 他是你的副总统 你们是同一党的 你们是前后任的民进党党主席 你57%连任 为什么他只有44% 为什么 柯文哲出来选 柯文哲出来选 那个不是理由跟借口 为什么赖清德少了17%的票 你觉得你做得很好 现在的关键是 蔡英文他自我感觉良好 说我两次都赢 2016-2020又赢 然后现在接棒给赖清德 虽然是险胜 可是赖清德还是赢 陈水扁被政党轮替 马英九被政党轮替 蔡英文没有被政党轮替 所以他觉得他打造了一个更好的台湾 那他去拜庙 我就说嘛 会去排队的人一定是英粉 一定是辣台妹的粉丝 没在拜几点 为了跟蔡总统拿了一个一块钱的红包 图什么 所以蔡总统在他的同文层里面 他一定会听到好听的话 啊 总统谢谢你 啊 蔡总统你好辛苦哦 总统我爱你 费位 你韩国瑜他不是跑去跟那个江启臣 去那个台中丰园的那个庙去发红包吗 去的人呢 去的东西也是基企业 对不 漏气的 没可能的气 那一定是在旁边 来我们先进广告来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在我们这个农历春节的连续假期期间 这个 除非你是华人社会了 你说像韩国啦 越南啦 他们也过农历春节 日本就不过农历春节 日本他们是过那个元旦 一月一号 那像美国他们也是什么Christmas啦 或是什么 他们美国也没有再过农历春节了 所以在我们农历春节期间 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一个950亿美金的这个原外的法案 那这个美国国会的细节我们不去谈 因为参议院通过的这个众议院他不理他 美国的参议院目前是民主党多数 那众议院控制的是共和党 那拜登总统他是民主党的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呢 也是乱七八糟 细节我们不谈 我请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所谓的原外法案 他当主要的钱是要给乌克兰 其实以色列是非常的 经济实力跟这个 是远远超过乌克兰 所以以色列其实也不缺钱 我们坦白讲 但是我们不讲乌克兰跟以色列 为什么我们会被列在里面呢 对我就问你为什么嘛 那我们知道乌克兰已经打了快两年了 以色列就是去年的这个 非常遗憾的这个哈马斯的这个 加萨走廊的这个突袭 然后以色列又反击 加萨走廊到现在还在打 前一阵子喊停火什么的 所以很明显的 乌克兰跟以色列都是在 战争的阶段嘛 在开战嘛 那刚我们什么事呢 你觉得被列进去 你觉得美国要给你钱 你不高兴吗 美国为什么要给我钱呢 我不想变成乌克兰 我也不想变成以色列啊 我们台湾缺那几十亿美金吗 笑死了啦 那你美国参议院你有毛病吗 明明我们现在有开战吗 没有啊 那你把我们列进去干嘛 我们我们应该感谢吗 跪下来感谢美国说 哦谢谢你把我跟乌克兰 跟以色列放在一起 其实我就讲嘛 他九百多亿面 有六百多亿是要给乌克兰的 因为乌克兰很穷啊 乌克兰穷到他连今年 他的总统大选都没有钱 他连办选举都没钱啊 更不要讲说乌克兰 他去换那个总司令什么 乌克兰的事情我也不谈啊 这部分请大家去问这个 杨永明老师 或是赖岳谦老师 他们才是专家 我就不谈了 我pass啊 问两个也可以啦 那回到我们的这个重点 为什么我们会跟乌克兰 跟以色列放在一起 那你再想想看 蔡英文她自吹自擂的 哇谢谢大家给我机会 我八年的这个执政 我打造一个更好的台湾 更好的台湾 好到可以跟乌克兰 跟以色列相提并论 并假期去说 我美国国会 我来播这个 其实美国国债一大堆 我不想美国 为什么要去圆外 美国的经济也好 不到哪里去啊 不然拜登怎么会 连任的这么辛苦 美国还好 自己都没钱了 然后再播一笔钱 好去送给乌克兰 他已经砸乌克兰 不知道砸多少钱了 我们也不要去谈 以色列的细节 或乌克兰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为什么 要放在里面 所以你觉得 蔡总统做得好不好 让全世界看到 上架台湾 就是小美琴 上架台湾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叫台湾啊 你上架台湾在哪里呢 你联合国进得去吗 你还是进不去啊 你上架什么台湾 好我们跟以色列 跟乌克兰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干嘛呢 这不是什么好事啊 为什么川普 他们之前都讲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是在乌克兰 就是在台湾 为什么 为什么 北约的秘书长说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我们怎么会觉得 你要用什么样的角度 去觉得蔡英文 做得很好呢 我们换到了什么 经济学人说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是台湾 为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最危险 你是 你是 探到汤 还是探到链 你是 你在 你在 骑什么风啊 我们农历春节 浅接的那位 新竹的那位朋友 我就不讲 姓什么了 他说我们拿到了 他觉得蔡总统 做得很好 我们拿到的 这个乌克兰战争 里面很多什么武器 什么的 我后来第二天 我不就拿那个 那天好像是礼拜五吧 我后来整理了 那个拜登跟川普的 军售表 我就拿给大家看 我们到底拿到了什么 那 那就算 美军的一些武器 在乌克兰战争 大放异彩 我也不要啊 这样理解吗 美国 你看现在 俄罗斯打的 这个武器 是北韩的武器 他把它当成试验场 北韩 我送你一些弹药 北韩跟俄罗斯 关系也很好 反正我现在 这是你先拿去用 我们到底是在开心什么呢 我们应该跟美国参议院讲说 你要援助乌克兰跟以色列 那是你们的事情 不要把我们放在里面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那之前不是还有美国的 那个参议院讲说什么 要五年给我们一百亿 五年一百亿 一年才二十亿 美金 那干嘛 二十亿美金 很大的数字 二十亿美金买军火 买不到什么东西 贷款 美国参议员 异想天开说 五年贷一百亿给我们 像我们台湾 没有一百亿美金一样 我们去给他借 要去给他累 你五年贷款给我一百亿美金 什么的 贷款是不用还的吗 贷款是不用利息的吗 你觉得呢 你怎么会觉得 蔡总统做得很好呢 大家是在想什么 我觉得这个 总统大选当然是结束的 这个大局已定 这个 当然对国民党也当然是败 这个大败 虽然国会什么第一档 今天国民党不是那个 新春团拜吗 然后马英九特别讲说什么 什么朱立伦的贡献啊 朱立伦让国民党成为 什么国会第一大党 什么的 马英九帮朱立伦讲话 那我不晓得 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是要干什么 像共和党 美国的共和党 在众议院也是第一大党 有什么用 总统是拜登是民主党的 没用 所以基本上 就这个大选而言 蔡英文是赢的 就我刚讲的嘛 他没有被政党轮替 他的接班人 赖清德顺利当选了 他就是赢了 那他现在会跟你讲说 他打造的更好的台湾 这个来 他这给我第三个图 第三标来 我就拿这张图 给 这个两张 这是第一张 这个是在金门 2022年拍的 这个图 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 还有多少印象 因为我找到这张照片 他这个 我们的这个 安全士官 这位卫兵他们 这个眼睛都已经 马赛克处理了 他们就是 抬头看着这个无人机 其实那个无人机 并不是大陆解放军的无人机 是大陆 无聊 民间玩家的无人机 在2022年的8月 就是裴洛西之后 飞到金门 那时候 吵了好一阵子 我不晓得大家 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这是从微博 大陆的微博 翻射过来的照片 丢石头 什么时代 我们经常笑 大陆跟印度 他们因为在这个 西藏边境的那个问题 他们不能开枪 开枪就不得了 所以他们 发生了好几次的 打群架 斗殴什么的 都丢石头 我们国军 也不遑多仗 我们也是丢石头 我当然不是要去 笑这两位国军弟兄 我请问大家 三军统帅是谁 三军统帅是谁 不就是那个 得意洋洋的蔡英文 那为什么 无人机飞到头上的 我们要用石头去反击 那到底换来什么 下个礼拜说 美国的那个 众议院的那个 超级大鹰派 这个美国众议院的 那个中国特别委员会的 这个主席 要帅团来访问 那朝野又一定要欢迎 又要见赖清德 还要见韩国瑜 因为是美国的这个 众议院的这个议员嘛 好 来 大家再接待啊 美国爸爸要派人来 你也不能不接待 那我就请问大家 我们的国军弟兄 站在那边 这个就是蔡英文 他执政八年的助脚 他见了两个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当然这两个都下台了 现在的议长是强生 这个是之前的裴洛西 2022年的裴洛西 2023年的麦卡锡 这两位都已经 这个下台鞠躬了 裴洛西还是众议院 但麦卡锡已经辞职了 因为他被罢免了 所以他连众议院都不想干了 三军统帅的领导 他觉得更好 你觉得有比较好吗 来阿智我们换第四标 第四张图 这很遗憾啊 那太鲁阁的死亡人数是49 当初为什么写50呢 因为花蓮地坚署是个叉叉 连到底死几个人都算不清楚 但是当年的花蓮地坚署 检察长一样升官 你连死几个人都算不清楚 这样子检察长都能升官 我也无言以对了 火车车厢的意外 几个人罹难你算不清楚 那这个漫画 这个数字49 不是50 这当然不是联合报的错 当然是花蓮地坚署 我也不想再讲花蓮地坚署 你看看这两次台铁的意外 我刚刚讲说那个裴洛西 跟无人机 我们金门的驻军 那个是对外 这个是对内 蔡英文 谈改革 普悠玛的时候谈改革 泰鲁阁的时候也谈改革 到底改革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台铁今年开始公司化了 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改得好 公司化就是 公司化就一定会成功吗 多少的这些 冤魂 大过年的谈这个很抱歉 这个就是 就是一内一外 面对大陆 面对美国 对外 我们对内 你的内政做什么呢 但 蔡英文觉得 我是 更好的台湾 那她是给我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 留读稿记这个标 745天不开记者会 她说不开就不开 但是 蔡英文的粉丝 去领红包也是 总统我爱你 总统你好辛苦哦 总统谢谢你 谢谢什么呢 就有人觉得蔡英文做得很好 她的期末考结束了 在上个月结束了 蔡英文的期末考 那现在她觉得 我没有被政党轮替掉 赖清德显胜 赢侯友宜7% 赢90几万票 显胜 这样就算贏了 贏也是贏 我不晓得 为什么让这个 阿智给我 那个第一标 第一个标 谢谢 她觉得 更好的台湾 那 马英九也做八年 蔡英文也做八年 哪一个做得比较好呢 你觉得哪一个做得比较好 马英九八年 也就是八年前的事情 蔡英文八年 是现在最近这八年的事情 哪一个做得比较好 所以 不是 不是侯友宜个人败选的问题 是 蔡英文她今天做到这个地步 你现在后面去追她东西 是追不到的 你要去追瘦肉精 你要去追疫苗 追高端 什么光电什么的 你以为民进党会 就算你跟柯P联手 在立法院过半 也没有用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是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 不然你处理我看 还在那边瞎掰什么 国会特征组 你弄啊 我就看你弄嘛 国会特征组谁讲的 傅昆琪讲的 我也很期待 我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国会特征组 真的是又长知识了 你弄给我看 韩国瑜讲的是 一般特征组也可以 一般特征组我就比较熟了 虽然我认识的特征组 那些很多都退 我认识的是第一代的特征组的 那些主任 检察官那些 大部分都退了 要不然就是下去当律师的 更好的台湾 这实在 我也不知道 这给我最后一表 那两张图 这个在农历春节前 最后一天上班日 我们交通部宣布 禁止出团 从六月开始禁止出团 我也不晓得在惩罚谁 很像大陆很稀罕 我们这些观光客 禁止出团 报复 我们要跟大陆对着干 很遗憾那个金门发生 这个海巡署 这个追捕的这个意外 我不晓得蔡总统跟赖清德 你要累积这个敌意螺旋的意思 是什么 M503 之前我们就讲过 但好几年前的事情 蔡英文一上任就来M503了 这次的M503 我要回击 禁止出团 你惩罚的是我们自己的业者 大陆他的经济量体这么大 他没有在插你那个 台湾的几个旅行团 他没有在插那个的 你看到你在蓝山 你也拜托 你在惩罚谁 你在惩罚我们自己的业者 你在表态 你M503搞我 我要回击 你捶我一拳 我要还你一脚 那就看谁先倒 你要用对抗的 要输而已 怎么会是更好的台湾呢 这样子下去 蔡总统你卸任之前 真的要搞这一套吗 我实在是非常怀疑 来我们先进广告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我们如果真的要跟大陆 对着干 要玩真的 也不是没有反制的手段 但是就是看你 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那像这种 要求旅行业禁止出团 那个就是玩假的 修理我们自己的业者 然后文宣嘛 哎呦 大陆把我们断交 好 你M503 你要调整这行路 行线 你都没给我参照 我要给你示威一下 我要回呛一下 这个 我就跟各位解释过 这个对大陆整体而言 它是不痛不痒的 大陆的经济放缓 它有很多 它维稳各种的经济的问题 那是大陆要去伤脑筋的 你这个用牙签去戳它 它根本就 蛤 你要干嘛 我想大陆也一头雾水 但是 我刚刚跟各位讲 这种敌意的累积 是谁希望看到的 是美国要的 慢慢累积 温水族青蛙 慢慢累积大家的仇恨 恶意 敌意 你这样子 海巡署这样子 我们两个大陆的渔民 这个溺斃 这种擦枪走火的事情 它日积月累 再来就看谁开第一枪 在这个 譬如说这个 防空识别区 海峡中线 什么擦枪走火 什么的 这就更好的台湾 蔡总统觉得 我做总统 我要更好的台湾 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讲说 是马英九路线 跟蔡英文路线的 应该是这两个路线的决战 可是侯友宜也好 朱立伦也好 他们在选什么 赵少康在选什么 马英九在选前之夜 直接被干掉 不准上台 就是因为他讲的 信任习近平 其实讲的不好 德国之声的专访 你就不要来了 马冲统连选前之夜 都不能参加 你应该是 把马英九那八年 跟蔡英文那八年 做个对比 在马英九那八年 会发生这个事情 会有什么路客禁止出团 什么的 什么赴大陆旅游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不可能 那我们现在 慢慢的累积这些 那些仇恨 跟这种彼此的误解 目的是什么 蔡总统觉得 大家都对我告白 谢谢大家 让我有机会 打造更好的台湾 那天啊 就是在一个月前 1月13号的 这个四年一度的 这么关键的大选 国民党是输得彻底 就我刚讲嘛 蔡英文57%的得票率 赖清德40% 那17%的票 没有投给国民党 跑去投柯文哲 国民党是一个这么大的党 100多年的党 15个县市长 连中东紧算进去 15个县市长 22的15啊 22个县市 国民党的15个县市长 侯侯仪拿33%多 柯文哲拿26%多 侯侯仪更小就死了 说真的 柯文哲选得很好 更不要讲吴子佳 那个什么十几%的民调 人家拿二十几% 人家写什么 然后侯侯仪跟赵少康在选前 分别去接受吴子佳的专访 我是看的真的是 躺慕结舌 瞠慕结舌 我不要再修理讲万安了 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听不懂的还是听不懂 侯侯仪获得国民党征召的 第一个行程给吴子佳 我也不晓得侯侯仪在想什么 侯侯仪他本人跟他的团队问题大 这但是民调也礼礼大大 我也是笑笑 你没有投给赖清德的那个十七% 包括韩国瑜三十八 侯侯仪三十三 那五% 都被柯文哲拿走了 柯文哲拿二十六% 你拿到立法院长 你国会最大党 马英九讲那个是插话 那个朱立伦那什么功劳呢 扣掉那两个友军 三十八席的立委变成五十二席 多的十四席 可是你总统没有赢 我是不是一再跟大家讲 母鸡比小鸡重要 小鸡要自立自强 母鸡谁赢了谁就赢了 你选不赢 所以侯仪还想说 我台湾中间路线 谁教你什么 台湾中间路线从来没听过 无知 自己在发明说台湾中间路线 侯仪谈九二共识 没有一个中国 自己发明一个九二共识 没有一个中国 我就不谈一个中国 你怎么样 选不赢啊 你要去捍卫 你要去实践的是 告诉大家 我们国民党执政 马英九那八年 比蔡英文这八年来得好 我们没有要投降啊 马英九被讲卖台卖了八年 台湾还在啊 没有人要投降啊 但是没有必要跟人家对着干啊 你跟他对着干你不会赢的啊 你为什么要跟他对着干呢 他今天也真的 亲民打好啊 要赎贵大家赎贵 没有啊 这老共从毛泽东以来 这几十年来 不就是一贯的立场吗 我们是一国的 我要统战你 我要统一你 我要解放你 以前叫解放啊 现在是说我要统一你 这几十年他没有变啊 现在玩到这个地步 走到这个地步 到底是 到底是 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 所以 各位听到没有是这样子 这一个多月以前的 一月十三嘛 今天二月十五 你下次要选要四年以后了 四年以后有没有选举 我也不知道 这四年之内会有什么变化 不晓得 但是你看 金门这个我认为是意外 禁止出团 那个是故意的 但是因为他一宣布之后 第二天就大家放假了 一放假放到今天 国民党选择要打的议题 是瘦肉精 我也不晓得 瘦肉精要报告什么 那个我也不想谈啊 但是这样的敌意的螺旋 这样的累积 这样的仇恨 我跟各位讲 赖清德他当总统 我们有可能会变成乌克兰 选前赖清德 我们不要变成香港 不要变成香港 但是你也不能变成乌克兰 那你不想变成香港 你也不想变成乌克兰 你要怎么办啊 不是每天呛人家 修理人家 跟他对着干 他那么大 你那么小 你要跟他打什么呢 你要维持中华民国的主权 我们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你要用的是智慧 不是硬干啊 你要想办法跟他坐下来谈啊 而不是什么事情都靠美国啊 美国有他美国的利益啊 美国看到两岸这样子 他高兴的不得了啊 来 给我那个卢秀燕跟蔡碧如那张来 在农历春节期间有个笑话 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啊 聘蔡碧如 台中市政府的有几职顾问 哇这个十二职等啊 这个用基要认职 这个每个直辖市政府 有几职顾问的缺不多 台北市啊 新北市 这个这个是 哎 这个是很高阶的位置 我不晓得为什么卢秀燕要去聘 蔡碧如给他 因为蔡碧如跟黄珊珊跟柯文哲 他们之间的 民众党内部的问题什么 这个我就比较不想谈了 民众党的家务事嘛 那蔡碧如跟了柯文哲这么久的 现在变得有点 新春团伴没有他 过年前尾崖没有他 那个是蔡碧如跟民众党的事情 坦白讲 这种事情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很八卦很无聊啊 那我跟他解释一下 说来给我第二标 蔡碧如呢 他不是台中人啊 他的故乡在屏东啊 他是屏东人啊 那他当然这是空降下去选 那他在选后啊 他跟他的 就是他亲自跟我讲的 我们聊天 他亲自跟我讲的 我想这个可以讲 这个没有什么privacy的问题 那蔡碧如呢 他要搬家搬到清水 就是台中第一选区 他这是选立委的地方 他跟他老公啊 去租房子 他要深耕台中啊 那蔡碧如姐的意思说 他的小朋友年纪都大了 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然后也不用他当妈妈的 在费心什么的 所以他就跟他老公拜托说 他就是要去台中 蹲点 深耕 他要继续拼台中第一选区啊 所以那一天投开票 我就跟各位讲啊 我说林佳龙蹲点蹲台中十年 把胡志强干掉 有没有 林佳龙啊 十年啊 他在台中蹲了十年 才选赢胡志强 萧美群去花莲也蹲了十年 现在蔡碧如要去蹲 我就问你 国民党有谁去蹲 从北到南 东南西北这么多县市 有73个区域立委 国民党谁在蹲 你告诉我 谁啊 那我先问你 台中第一选区 就是蔡碧如 现在要深耕的这个选区 你为什么要让蔡碧如去蹲 他是民众党的耶 他是科批二十几年 所以你说 蔡碧如会跟民众党翻脸 我坦白讲我个人我是不太相信 二十几年的这种交情 他会去跟什么黄珊珊 什么内部什么恩怨什么的 我真的对这些政治口水 我是真的 我不相信我也没兴趣啊 我相信 柯文哲他下次再出来选总统 无论怎么样蔡碧如都会支持他 不管他那时候是不是台中市政府的 尤其职位 他那时候是不是立委 或是什么议员 不管他在哪个位置 一定收听的 以他跟柯文哲的二十几年 在台大医院累积下来的这个 哪有可能 那我问你 国民党为什么要把 一个立委的选区 让给民众党的蔡碧如去经营 我就问卢秀燕你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国民党的吗 当初卢秀燕跑来帮罗志强站台 记者问罗志强说 这个什么不分区的选票怎么投 罗志强讲说 只要不投民进党就好 我就把罗志强痛骂一顿 只要不投民进党就好 你是在气笑 后来卢秀燕在旁边就骂他 说我看法不一样 这个我们国民党的部分区 当然需要大家支持什么 就国民党部分区选的很烂 上一届 十三期 这一届也是十三期 他根本没成长 那个王毅川有没有 我有吸票的功能 立马好的 我跟你讲 上一届民进党十三期 这一届民进党也十三期 你吸什么票 你不是笑死人吗 王毅川有帮民进党吸到票吗 顶改十三这个也十三 你也没成长 韩国瑜有帮国民党吸到票吗 顶改十三这个也十三 你也没假 柯P本来五息 他把民众 对不起 把时代力量的三息吸过去 他现在变八息 他选的也不好 柯P 总统拿26% 他政党票才拿22% 他如果政党票也拿26% 他可以拿到十席的立委 结果他只拿到八席 他选的也不好 我觉得选完很奇怪 每一个党都觉得他赢 民进党 赖清德当选总统 民进党赢了 国民党 韩国瑜拿到立法院长 然后国会最大党 国民党也觉得国民党赢了 柯P 民众党从五息变八息 他也觉得他赢 而且三党不过半 蓝绿两党都得看民众党的脸色 譬如说明天 所谓的专案报告 民众党团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国民党一定是赞成 民进党一定是反对 那想也知道 民众党的又变成关键了 就变成这样去 我是不太懂 来给我最后一标 你离让选区还给呢 奶水 我真的不晓得 卢秀恩在想什么 说不定2026他们又要合了 好吧 谢谢大家 今天的捧场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拜拜 就爱点你 UF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